说到京剧艺术啊 是咱们中国的瑰宝 尤其是我 从小呢 大家伙都知道 是一名京剧演员 到现在仍然有一颗 想要成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心 哎呀 也就是想想了 那个京剧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呢 就是后来实在干不下去了 才改行当主持人的 当然我是开玩笑啊 这个京剧什么四大名蛋啊 四大虚声啊 四小花蛋 大伙都特别的熟 这四大虚声 是吧 马谈杨夕 其实现在大家对京剧的了解啊 也是通过一些新一代的 咱们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你比方说 昨天晚上啊 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渝派老生王沛渝 他就来到了咱们济南 他带来了2021老生常谈 王沛渝京剧清音会 在省会大剧院开演 独特的京剧表演 让现场的一众票友啊 可以说是大开眼界呀 舞台上放置一桌一椅 演员身着常山登场 不到两个小时 定军山 桌放槽 孔城记等八段老戏经典唱段 一气呵成 现场观众大呼过瘾 在很多人看来京剧是一门属于老年人的艺术 但是在王沛渝的清音会上 年轻人和孩子也不少 他们都是铁杆的京剧爱好者 挺开心的 因为唱的有效果能会 挺清新的 感觉挺好 与传统的那种东西不太一样 演唱中间 王沛渝还穿插对清音会的缘起 京剧及老生艺术的发展史 以及京剧声枪版式进行讲解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不一样的京剧演出 今天看到很多的观众 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都在剧场里面 我是非常开心的 我觉得未来值得期待 据了解京剧清音会 是王沛渝自创的个人演出品牌 已经走过11个年头 尊重传统不畏创新 让清音会成为一场难得的京剧盛宴 京剧清音会应该算是一个桥梁 是一个连接新观众 认识京剧的一个桥梁 它一定不是我们所有的表演当中 唯一的一种形式 但它一定是一个 跟今天的观众来说 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有趣的一个方式 一看到这样的片子 我就从内心深处往外的这么激怒 这唱起来 王沛渝唱得是真好 本来昨天晚上也应该去看一看 但是有事给耽误了 确实特别的遗憾 据回来的朋友说了 两个小时的演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欢迎王沛渝能够多次 再来到咱们济南 为观众朋友们奉献成 更加精彩的京剧演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